对于美国国会山日报网站6月4日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詹姆斯·科米4日预测 如果前总统特朗普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那么他在接触提名时可能会带着脚料 因为这位前总统面临诸多法律挑战 科米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说 他不希望但可以预想特朗普获得共和党的同意 科米说 我的意思是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特朗普把这个国家托入其中 但他可能在共和党大会上带着脚料接手提名 他还说如果你把这个情节写进剧本 你会遭到拒绝 但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位总统 在其当选时可能被下狱 据报道2017年5月 特朗普解除了科米的FBI局长职务 科米4日说 2024年共和党有可能提名特朗普 这会影像何方还不清楚 所以这种情况会很怪异很尴尬 而且从我的嘴里说出这些 似乎更加疯狂 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情况 看起来共和党很可能会提名一个受到刑事调查被起诉的人 谁知道这将把我们引向何方